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编动 那这一个礼拜呢 官方推出了一些活动 就是这种所谓的制作型的礼包 那接下来呢 因为韩服他们已经先开放了 祝福的融资水晶制作 所以这一个礼拜呢 算是有一些东西 值得大家去提前准备 如果说你想要制作加四的祝福水晶的话 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可以去让你去制作 先把它准备两个加四的水晶 到时候推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3000赚的价格 直接入手一个等同加五能力的水晶 那这影片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啦 好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个礼拜2024的制作活动 它这里面有两个制作型的礼包 第一个叫做酷竭的圣物补给箱 它需要22个这种药水 那第二个呢 叫做迎接2024的组合包 也是22个药水 可以制作12个 那首先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农资水晶的部分 农资水晶呢 就是搭配这个迎接2024的组合包 它的材料是22个成长药水 制作的方式呢 你只要透过这个农资水晶的选择箱 好 这边的话呢 用一个凭证 就可以去直接把它制作成一个加四的 那这个箱子里面呢 有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制作凭证 还有一个青龙的卡片制作票件 还有高级的圣物挑选抽卡包 总共是有三包在里面 所以买这一包的话呢 你除了可以制作农资水晶之外 你还可以去玩一些这个圣物的抽卡 好 那这个怎么买呢 怎么买比较便宜呢 其实因为如果说我们要拼两个加四的话呢 就是制作两个这种迎接的这个组合包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44个药水 那这个药水呢 我们只要去买这个贝里斯的成长药水 44个3000赚就搞定了 也就是说每个加四的农资水晶就是1500赚 我们只要搞两个就可以拿到等同加五的这个祝福融资水晶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 再来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上面这个酷竭的圣物补给箱 这个呢 其实在这个礼拜的维修之后 它就可以去制作了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 那它的材料一样是22个成长药水就可以去制作 它的内容呢 就包括高级圣物的挑选抽卡包 10个 以及一个酷竭的特别制作凭证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换算下来的话 它的价格其实也是1500赚一包 对吧 那除了刚才有的10个高级的圣物抽卡包之外 我们一个凭证哦 如果说你没有要制作圣物硬币 或者是特殊抽卡券的话 那一个凭证啊 你还可以再拿去制作这种抽卡包 也就是说 我们花1500赚 你总共可以拿到13个高级的圣物抽卡包 让你抽非常多 如果说你是买这种一整捆的啊 3000赚44个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到26个圣物的这种挑选的抽卡包 算是相当的划算哦 假设你要补这个圣物抽卡的话呢 不妨透过这个方式 来补一下你自己的圣物抽卡 这样子 好那上面这两个礼包呢 就是这一个礼拜 非常值得大家去制作的这两个礼包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叫迎接2024的组合包 这个是周末才能制作的 那上面这个酷解呢 是让我们去补这个圣物 它是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礼拜三维修之后 就已经可以开始制作 好那大家如果说要买篮赚 来补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有贩卖这个大小卡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 欢迎找右下角的这个QR Code 就可以来跟我联系啦 那么这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